万众瞩目的拼抄联赛落幕 陈梦成为了球迷热议的话题 本次拼抄联赛最大的看点就是 陈梦离开王曼玉联手孙颖莎 赛前很多球迷认为世界 第一联手世界第二志在冲冠 王曼玉带领的山东鲁能在 陈梦离开的情况下实力下降了 但是决赛的结果让很多球迷意外 王曼玉联手陈姓彤击败了 陈梦和孙颖莎带领的深圳大学 其中陈梦成为深圳大学输球的罪人 陈梦双打丢分输给陈姓彤 在单打方面又再次输给了陈姓彤 虽然孙颖莎表现很强势拿到两分 但是陈梦连失两分让比赛没有了悬念 最终王曼玉陈姓彤未免成功3比2 击败了陈梦孙颖莎带领的深圳大学 赛后陈梦登上了热搜 很多球迷吐槽陈梦愧对孙颖莎 让孙颖莎的努力白费 如果陈梦能赢下一分 那么胜利有可能是孙颖莎 很多球迷疑惑陈梦为什么会输呢 笛者认为陈梦承担的压力更大 从山东鲁能回到深圳大学 被很多球迷认为是夺冠的大热门 并且在小组赛深圳大学3比0横扫山东鲁能 打到了决赛陈梦承受的压力更大 并且深圳大学这边安排的战术也十分不合理 很多球迷认为孙颖莎搭档合作家应该打双打 反观陈梦平时打双打的比赛并没有不多 陈梦1比3输给陈姓彤 看了直播的球迷都知道在关键分的把握上面 陈梦没有陈姓彤果断 陈姓彤适用冲击者的心态打比赛 面对机会的时候更敢上手 毕竟国平主力球员的实力很接近 胜负就在好里之间 有时候更敢下手的一方往往能笑到最后 经常关注陈梦的球迷都知道 最近一段时间陈梦在单打方面真的是颗粒无收 此前的澳门冠军赛爆冷二轮油 新乡世界杯输给孙颖莎无缘夺冠 全锦赛爆冷输给小将如今又输给陈姓彤 很多球迷认为陈梦的时代接近尾声 对28岁的陈梦来说如果不能在单打方面表现强势 再加上陈梦在国家队不打双打和混双的比赛 因此陈梦有可能会调队无缘巴黎奥运会 当然也有球迷认为陈梦28岁也不小了 人生不止乒乓球 陈梦也该考虑退役的事情了 陈梦此前参与建设了乒乓球学校 退役后大概率会把心思放在乒乓球学校上面 为国平输送好苗子 同时还有球迷催婚陈梦 那么陈梦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 此前传出陈梦和王楚清两个人恋爱 并且王楚清跨界唱歌梦里梦外都是你 很多球迷好奇王楚清梦里梦外到底是谁 从陈梦此前的采访中不难看出 陈梦的择偶母版是马龙这样的男士 陈梦喜欢成书稳重有上进心的男士 反观王楚清非常有个性 很多球迷认为两个人并不合适 同时王楚清经常和孙颖莎打混双 此前颁奖的时候两个人手握手 被很多球迷吐槽是CP 因为有球迷认为王楚清梦里梦外 有可能是孙颖莎 但是鼻者想说的是 不管是陈梦王楚清孙颖莎都是国平主力球员 巴黎奥运会都要承担很重的角色 并且国平不允许恋爱 因此他们是不会公布自己爱情的 只有等到一方离开国平或者退役才有可能公布 就像许欣和姚燕一样 因此大家也不要猜测国平球员的情感问题 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比赛中 大家说对吗